我们讲完以后我们回过来谈 所以这个时候 就是有部和金部呢 他们站在在这个部派的事项 他们认为18级是真实的 这两家都没有问题 认为18级是真实的 他们不像剥落中观为止 他们认为万物是不真实的 万物真实 那么就这个禅定市场 它有一个它的最核心的成分是什么呢 好 这就是什么 有部认为它是专一所缘 专一所缘是从它的作用上讲 那么金部讲 心情是从它的体性上面讲 他们都有一个它的背后的主人 就是它的特质 它的作用 它的特性 一个是专一所缘 一个是心情经济 怎么讲呢 我们来看下面 两家的说法里面就是说 它是所谓的有部的专一所缘是什么 是以别境 因为心所里面分成好几大类 对不对 一个别境类 就是所谓的欲 这个念 定 会 圣洁 这几个是属于别境心所里面 这个有部认为在四禅八地里面呢 它是以别境心所里面 五种心所里面一个定心所为这个定体 由定心所呢 使心王在时间流中 持续的专注于一个境界上面 这样子呢 达到了安住于禅定的状态 或者是说 因为专注在一个善的境界里面 使得所有的烦恼心所呢 逐渐的脱离 而进入到城中 也可以这样解释 好 这就是所谓专一所缘 就是专注于禁 禁就是一缘的意思 那么它背后是由定心所的力量而构成的 这是有部的说法 我们看经部说法 经部的说法是 以意识心王 它就不是心所了 因为心所由 我们说一般说是 大臣说法是五十一位好 就是意识心王一个 意识一个 心所由五十一个 它是前面是以五十一位心所里面的 这个定心所为主体 那么那是有部 经部是以意识心王为定体 所以意识心王 它自己安住了一静以后 达成了净化心及心所的力量 就是我们前面讲过了 要驱除叫什么 欲恶不善法 对不对 五一五干 以欲 对不对 就进入了出产 所以呢 净化了心跟修 因为它自己安住一静以后 那么净化心及心所 于是就成了心清静 也就是说 以意识成就 达成了心的清静 离开了欲恶不善法 这就叫禅定 这就是它的体系 好 对于刚刚的前面的这个说明 这个结论的话 它的原文的出处 就是我们现在投影上这一段 就是居士论的原文 我带着各位念一下 意思就是刚刚讲的这个意思 我一面念我一面 稍微跟各位介绍一下 这前面有标示哪一个说法 大家记住这是哪一家的说法 这个很重要 有部说定静律体 就定静就是四禅八定 定静律就是四禅八定 它的体呢 总而言之是善性色 是属于善法 心一静性的 那么以善等 这个善等词 就是属于定心所 为它的自性 若并住半 因为禅定的事 不是只有你的定心所 是包括你的心王 还有其他的心所 我们不是有禅师吗 还有其他心所 还有你的色身 叫住半 你的其他共同作用的色法 心法 心所法等等 所以它是以五欲色受 响情式为整个禅定的全部 可是这里面有个核心的力量 就叫做善等词 那么和明一进行 就是专一所愿 经部说 如果是这样子的话 按照你有不说法的话 不要善等词 我这个心就是心王 专一敬畏 就叫禅定了 不需要有其他的心所 不需要有定心所 我希望自己就专一心 这个心就是心王的意思 就不说 不行不行不行 一定要有一个定心所 别法就是指的定心所 令心王一一敬转 叫善谋定 不是你自己就可以成为禅定的 经部就说 有一说 其实他说 你这个说法 我不搞 我先不批评你 我告诉你 有人说 我就是这样认同的 就是心王上面专一性相续转 就叫善谋定 所以呢 这个佛经上面 这个定静学就叫做真上心 就是指的心王 叫真上天 就是定学 心清静最圣 这是经上说的了 心就是四经律 所以这个心不是心所 是心王 这是经部说的 经部也跟你吵 不跟你吵 也不说你不对 他说经怎么说 听懂吗 那就 这个 四经菩萨呢 也没有说经部对 也没有说有部对 反正就留给你们 读者自己判断 看到没有啊 这就是一个 千年的公案 这个就放在这了 这历史上面没有人探讨 好 那么除了 大家看到 除了我们刚刚引用的那一段 据色论定品 经部跟有部的辩论 其他的经典和论点呢 也有对于这两家说法的 不同的主张 就是分成两部了 其实 就是说这经部跟有部 他不是他们自己有主张 其实就是 其实有很多的经典 或者是很多的其他宗派 都有这样的主张 只不过是 四经菩萨把两家 凸显出来以后 做一个对比 我们来看 所以我们最后结论是说呢 说以善等词 善等就是定心所 记住善等词 这个善等词 他的指称就是定心所 为自行 这是有部的说法 心清静最深是经部的说法 这个是关于定体 是定心所 或者是心亡清静 历史上代表性的讨论 那么我们来看下面的主张 各经的主张 阴落经 四经的据色论 就是我们刚刚那一段 解脱道论 这是南传的修行的论点 诚实论 这是北传空中的论点 欲切施论 这是欲切维世宗派的论点 制者大使 中国诗成不论 法门 都主张心清静 跟经部相 我们来看一下 大皮布杀 这有部的论点 还有玄壮大使 陈威斯论 主张定心所 他们支持 有部的说法 所以也就是说 这个是千年的公案 千年的讨论 没有人下定论